《Data House AR Remote Hand》 經過一年的努力 我很高興我們可以在此 再次和Astri 展示我們這個項目的成果 並且推出我們利用 AR技術配合數據中心 的一個AR服務 我們稱之為 Data House AR Remote Hand 遠程維護服務 這次我們和中信國際的策略合作 在我們的角度而言 相當成功 亦都是因為疫情的原因 我們很快地在亞洲地區 推出這個服務 去響應整個新的 我們所謂的因為疫情原因 成為一個New Normal 如果你看回來 要做到一個成功的 我們這個技術 是需要很多不同的技術結合 我們AR千里眼的項目 其實在去年已經啟動了 最初我們會想著 在我們的Field Service方面 提供一些服務 來提升我們的生產力 後來因為這個疫情的出現 所以我們也想到 為何會不會可以幫到客戶 因為他們基本上出行 去不到這個Data Center 去做一些Field Service 那會不會是我們改變少少 來幫到 不僅是幫到我們自己 亦都幫到客戶 所以中心只是一個 選擇的第一個場景 當然在其他不同行業 不同的客戶的需要 可以再定義不同的場景去做 就算在今天這個場景 就像我之前也提過 現在亦都可以再加其他元素 不僅是AR 包括可能加一些 人工智能的功能 其實我也很開心 聽阿斯文剛才說 提到其他領域 例如有大數據 有人工智能 這兩個方面 其實我們的專家 都有不少研發 希望將來也都可以幫到 你在數據處理 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通點 之外也有5G 有傳感器 將來我們可以再慢慢多探討 最重要就是我們的客戶成功 我們就成功了 但今天真的很值得高興 我們真的可以和中心 出到這個解決方案 真的幫得到 顛覆了他們整個業務的流程 這是非常安慰的一件事 這次其實和英科院的合作 我們很開心 我想成果是很美滿 因為經過跌回的場景之後 大家也都討論研究過 一直都很和諧 最後都出到很好的結果 我想成果是很美滿的 合作也很愉快 我們希望將來會有更多機會 和英科院一起出出更多創新的服務